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在他出席东南亚会议之后 特地从孟里拉乘坐专机来到台湾 访问自由中国 我国政府各机关首长 各国使节和民众团体代表 都前往东山飞机场欢迎 杜勒斯是在他就任美国国务卿之后 第一次访问自由中国 正当珠毛共匪炮击金门 方言要进攻台湾的宣传攻势中 杜勒斯前来访问自由中国 是有着非常深厚意义的 杜勒斯下飞机之后 立刻受到热烈的欢迎 自由中国各界对他隆重的接待 使他精神上感到非常兴奋 行政院长于洪军 陪着杜勒斯一同检阅 由我陆海空军组成的仪队 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 第一次看到国军雄伟的阵容 感到十分欣慰 在后机室里 杜勒斯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他说 希望这次前来访问台湾 能够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的友谊 共同对付当前的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